大家好,我是刀刀,今天我们来把豆沙包换种新做法 在盆中倒入一斤面粉,加一勺白糖,一小勺盐搅拌均匀 将5克酱母粉倒入碗中,加适量温开水,搅拌至融化 静置5分钟后倒入面粉中,然后打入一颗鸡蛋,用筷子打散 倒入150克牛奶,将面粉搅拌成絮状,揉成面团 倒入少许食用油,把面团揉至表面光滑 盖上笼布,饧发至两倍大 面团发好后,反复揉搓,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搓成长条,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撒上一些干面粉,防止粘粘 将每个剂子揉圆后,按饼,擀成圆饼 取适量豆沙馅,揉成圆球,放在面饼中央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,包起来 揪掉上面堵鱼的面团,揉圆后,撒少许干面粉,按压成饼 整理好形状后,再饧发20分钟 面饼变软便放后,放入气成热的油锅中 小火炸至底部定型 翻面继续小火慢炸 最后将脸面炸至金黄色,即可捞出控油 做好的豆沙包表皮酥脆,内心血软又劲道 或者甜甜的豆沙馅,味道超级赞 虽然是油炸的,但却不稀油 不用担心会特别油腻 欢迎大家留言点评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转发关注我的账号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